奉献万年 奉神受责 祝他万有救责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神也因着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家节的主日 所以要在主里面恭祝各位在座的姊妹们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就是描写主耶稣被钉施架其中的一幕 当约翰记载施架下一些情况的时候 很明显的跟其他的福音书是不太一样的 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只记载着罗马兵丁 还有那些讥笑耶稣的人 但是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来看的时候 约翰福音却还记载着有关主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的事情 今天新逢一年一度的母亲家节 就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仔细来看一看 首先圣经是这样说的 站在耶稣十架旁边的有他母亲 当我们遭遇到痛苦的时候 母亲总是站在我们的旁边 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还没有成行的时候 母妇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间屋 而且也是我们人生最安全的一间屋 在母妇里面我们无忧无虑 在母妇里面那个温度啊 适合的我们可以不需要穿衣服 在母妇里面那个胎盘和胎儿中间那个水夹壳 更是最安全的一个保障 国际知名的女明星派翠西亚尼尔 她在1964年得到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金像奖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二年1965年 当她隐医事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也是她身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 很不幸的她遭遇到连续三次的中风 在群医会诊开刀以后 她竟然成了瘫痪 同时也失去了记忆力还有语言的能力 她开始陷在生死挣扎的边缘当中 可是她为了她腹中的胎儿 她撑着那个寸步难行的 寸步难移的身体 挺着大肚子 用边坐边爬的方式 一坐一坐的上下楼梯 来做身体复健的运动 她咬着牙 她忍着痛 她吞着血和泪 她抚摸着腹中的孩子 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这样说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 我就要去死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为了她保护她腹中的孩子 也为了她害怕母妇中的胎儿 会成为天生的骑行 所以这位母亲不靠任何的药物 她发挥了超人的耐力 还有意志力 她度过了疾病 再加上怀孕 这样一个双重的难关 终于她的孩子平安地 健康地 活泼地生了下来 我们不但在母妇当中 经历到母亲那种身体 连着身体的爱 而当我们出生了以后 母亲的胸怀 也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有一个被搂在母亲胸怀中的一个孩子 盯着母亲的眼睛看 忽然大声地叫着说 妈妈你知道吗 我在你眼珠子里面 是的 孩子充满在母亲的心中 母亲的心也永远在她孩子的身上 在母怀的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到母亲那种心连心的爱 有一次 有一架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 在芝加哥发生了空难 一百多位乘客 都在空难当中失去了生命 但是只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小baby 还保存了她的生命 原来当空难发生的那一伞 这位做母亲的紧紧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中 虽然空难引起了大火 把母亲的身体几乎烤焦了 但是她怀中的阴癌却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 在挪威海岸的附近有一块大礁石 好像是一个小岛屋一样 浮在这个海面上 很多年以前呢 有一艘轮船因为风雪交加 看不见这块大石头就被大风浪呢 带到这个大石头去触礁而沉没 全船的人都失掉了生命 只有一个妇人手中紧紧抱着她的婴孩 被这个大浪呢 抛在这个大礁石上 这沿岸的挪威人啊 好像看见那块大礁石上呢 有一个人的形状 他们就想摇船呢 去救他 但是因为风浪太大 不能够如愿 直到几天以后 风浪平静下来 他们才驾着小船呢 到那块石头上去看个究竟 他们看见一个妇人和一个小baby 躺在这个礁石上 这个妇人呢已经死了 但是这个小baby还活着 躺在母亲的胸怀的当中 还在吃着母奶的样子 其实仔细去观看的时候 就知道她所吃的不是母亲的奶 而是母亲的血 因为母亲的胸前有一个伤口流出血来 这个婴孩正在吸着母亲的血冲击 旁边还有一块尖锐的石头 那天看见这件事情的人 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原来这对母子 被海浪抛到这块大石楼上 好几天没有饮食 所以母亲没有奶 可以的喂这个小baby 眼看风浪还不得平静 得救的机会甚至渺茫 所以母亲最后就下了决心 牺牲自己来救这个孩子 她手里拿着这块锐利的石头 割破自己的胸膛 把自己的血来救活这个小baby 自己去牺牲了她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见母亲的爱 是多么的轰轰烈烈 母亲的爱又是多么的可歌和气 怎不能够令到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母亲那种 母子身体相连的爱 当我们在母亲胸怀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母亲那种母子 心心相连的爱 当我们为着我们的事业 为着我们的前途各奔东西的时候 我们更可以感受到母亲那种 母子生命与生命相连的爱 是的 母亲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 是连在一起的 不少的母亲用命根儿来形容她的孩子 我们看见当孩子的生命不幸夭折的时候 多少母亲的生命也迅速的枯萎了 有谁能够分析母亲那泪水的成分 有谁能够计算母亲那一生叹息的里面 那个爱的比重 有谁比一个失败者的母亲更加的悲伤 又有谁能够比一位成功者的母亲更加的喜乐呢 哦是的 当主耶稣被祭司长审问 被巡抚鞭打 被兵丁戏弄 被群众在那里叫喊说 叮他施加 叮他施加 还有被门徒离弃的时候 玛利亚就被母子那种生命和生命相连的爱吹逼着 他勇敢地站在耶稣施加的旁边 当你成功的时候有许多人来到你的跟前 在那里拥护你 在那里奉承你 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 还有几个人站在你的身旁 在那里鼓励你安慰你呢 我们的母亲就是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 她仍然会站在我们的旁边的 世界有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 小时候在学校里面被认为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 连老师也放弃了 把他编排在放牛班的当中 就在学校老师都放弃他的时候 他的母亲对爱迪生说 不要怕 学校不教 老师不教 但是妈妈可以教你 终于爱迪生成为一位伟大的 一代伟大的发明家 爱迪生他曾经亲身做见证这样说 造就我的是我的母亲 他对我是那样的真诚 那样的确信 因此让我觉得 我应该为母亲的缘故 活得更加出色 我不应该让我的母亲感到失望 也就因为母亲的慈爱 母亲的鼓励和教导 以至于爱迪生他成功了 藉着爱迪生所发明成功的电灯 就将这样的母爱照亮了全世界 举世文明的歌王卡洛树 当他十岁那一年 他在工厂里面当学徒 他立志要做一个声乐家 所以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就是积攒一些学费 为了要去学声乐 可是当他第一次去学声乐的时候 那一位老师这样子对他说 你不可能当歌手的 你连一点嗓子都没有 你唱出来的声音 就像风吹穿板一样的难听 卡洛树一听 真是灰心极了 真是沮丧极了 可是他的母亲 却一直在旁边安慰他 鼓励他 所以他不但能够唱 而且前途大有可为 他的母亲不只是这样安慰他 而且他的母亲 仍然还在极其穷困难中 自己去打第二份的工作 为了就是为卡洛树 去筹措这个学费 果然母亲的话终于影响了他 使卡洛树成为当代著名的声乐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为你我 所预备的母亲的爱 从我们一开始在母妇当中 母亲 我们跟母亲 那是一个连体的爱 后来我们在母亲的怀中 我们跟我们的母亲 那是一个连心的爱 后来我们长大成人 我们跟我们的母亲 那是一个连命的爱 亲爱的弟兄 弟兄姐妹们 这样的母爱 真是一个记不清的爱 真是一个数不尽的爱 也真是一个抱不完的爱 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呢 接着圣经是这样说的 母亲 看你的儿子 正当我们的主耶稣 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 正当我们的主耶稣 担负世人的罪孽 身心最痛苦的时候 他的目光落在 站在石架底下的母亲 玛利亚的身上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第一眼就看见他母亲的脸 现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他仍然看着他母亲的脸 这个时候 玛利亚的心真有如刀割啊 主耶稣知道母亲的感受 主耶稣从母亲的脸上 仿佛看见了天父 那个宽恕的爱 那个不求回报的爱 那个无条件的爱 在母亲的身上 充分的彰显了出来 从母亲这样一个 不仔细的爱的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看到了 他自己的责任 因此在我们主耶稣 生命最痛苦的时刻 主耶稣没有忘记 对母亲当尽的责任 我们的主耶稣 真是一个孝子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好好看你的母亲了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好好失恋你的母亲了 但愿你我能够借着 看到母亲的眼睛 看到母亲的身上的 这个脸上的皱纹 看见母亲那双粗糙的手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 母亲那个不止息的爱 但愿你我也能够借着 思想母亲心中所挂脸的 我们更可以 我们可以更靠着主的恩典 努力地来减轻母亲心中的担忧 只可惜今天在这个世上 懂得用这样的笑识 来去失恋 来去想念母爱的人 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都知道母亲节 是由美国的安娜 查尔维斯女士 她所开始的 她提议在每年的当中 定出一个日子 来表示尊敬全国的母亲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我们的母亲受苦最多 所得的回报确实最少 平时我们想不到 要来尊敬她 要来孝顺她 所以她离开世界以后 我们才想到她 在德国有一句俗话 是这样说的 一个母亲能够使十个儿女 心里面得着满足 但是十个儿女 却往往不能够让一个母亲 心里面得着满足 法国以前的总统杜默 也曾经这样说过 就是在最野蛮的民族当中 做母亲的 默不爱护她的儿女 但是就算在最文明的民族当中 做儿女的也未必懂得 爱她们的母亲 但是圣经却是非常清楚地 告诉我们 当孝敬父母 在圣经的十条诫命当中 前面四条是对神的 后面六条是对人的 面对人首要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当孝敬父母 圣经的意思是这样的 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 进到这个世界以后 最先最早接触的人 所以是我们最早的一个人际关系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 都搞不好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跟别人 有个正常良好的关系呢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说我们多么的爱主 我们多么的爱人 但我们却不懂得孝敬我们的父母 那这一切的善 仍是不可靠的 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 百善孝为先 我们的主耶稣 祂所行的 无不畏地荣耀我们的天赋 因为祂是十架上的孝子 曾经有位记者 访问著名的美国黑人 女帝因玛丽安安德森女士 请问她说 她的一生当中 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这个问题 对这位著名的女帝因来说 那实在是一个 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玛丽安安德森女士 实在有着太多 值得快要的事情 好比说文明的指挥家 杜斯卡尼 就曾经这样称赞她说 玛丽安安德森 那美妙的声音 一个世纪只能够找到一个 有好比1995年 她是第一个在纽约大都会 各纪院里面演唱的黑人 1996年 她出版了她的自传 My Lord What a Morning 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 再有好比说 她曾经是担任 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有好几次 她接受各国政府 所颁给她的勋章 她的家乡也颁给她奖状 感谢她对故乡的贡献 还有最光荣的是 她曾经在一个复活节的清晨 站在首都华盛顿市的 林肯总统雕像的下面 向着七万五千人现世 其中包括了内阁大员 大法官还有许多国会的议员 所以玛利亚安德森 是有着数不尽的难忘的时刻 但是什么是她最难忘的事情呢 安德森女士是这样平静地回答的 她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就是当我回到家里面 告诉我的母亲 妈妈 从此以后 你不用再为别人洗衣服了 很多年前 在基督教前锋报上 曾经刊载着一篇牧师的见证 这位牧师有一天晚上 到纽约去拜访一个朋友 这个牧师受到这位朋友 亲切的一个招待 他这位朋友是一位 五十五岁的中年人 吃完了晚饭以后 他们一起 一起闲话家常 到了大约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这位朋友看了一下手表 突然起身 对这位牧师这样说 牧师对不起 晚上九点钟呢 是我母亲的时间 我必须离开一下 去跟我的母亲 做一个祷告 说一声晚安 我的母亲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离我呢 大约有三条街的地方 我很快就回来了 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呢 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做 这个时候 这位朋友的妻子呢 就在旁边补充着说 不管天气好坏 或者家中来的什么样的客人 我的先生呢 都是一定坚持要先去跟他的母亲一起玩倒 并说一声晚安 我的先生绝对不会忘记他的母亲的 如果哪一天他忘记这样做 那么他们母子二人呢 一定会都会睡不着觉的 他母亲的薪资已经逐渐的衰退 许多的事情根本都记不起了 记不起来了 不过每一天一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的儿子马上就会去看他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来对待着你的母亲 虽然你的母亲的心智 可能逐渐衰退 虽然你母亲的思想可能已经不合 今天世界的潮流 但这都不应该使我们忽略我们的母亲了 让我们都能够用最体贴的行动 最合宜的方式来回报母亲的爱 最后圣经不但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圣经还说看你的母亲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 约翰从此就接玛利亚到他家中奉养了十一年 直到玛利亚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主耶稣受难最后的一幕 不但让我们看见十家旁边的母亲 不但让我们看见十家上那位孝子 更在十家的下面扩大了你我的人轮 约翰福音记得这幅图画提醒我们每一位 对那些需要照顾的主里面的年幼的 或者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尽到我们当今的责任 这就如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感谢主的恩典 别美的华人教会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时间 兴起了很多很多教会的肢体 投入教会儿童子日学 儿童师班中文学校 或者是儿童暑集圣经学校 青少年的子日学 青少年的团契等等等等 儿童青少年的事工当中来侍奉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正是用爱自觉儿女的爱 在十家下面扩大到其他的人的儿女的身上 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 我曾经在纽约西教会里面侍奉 在教会里面 我的师母一直担任我们服侍的教会的儿童青少年 这个英文主义学校长的侍奉 我的师母非常明白这项事工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总是常常看到她战战兢兢的参与这项事工 她管教这些教会的儿童青少年是非常严格的 举个例子来说 当这些孩子们在主学的课堂上非常吵杂的时候 只要听到一声past wife来了 哇 马上哑雀无声 所以你可以看见我的师母在教会里面 带这个青少年儿童主义学是多么的严格 严格到一个地步 连家长都出来讲话 哎呀 师母啊 不要这么认真 这个小孩子上主义学嘛 只不过是培养他对教会对圣经的兴趣 顶多只是在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打发打发一点时间 就像是幼儿看顾一样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为什么弄得这么认真 这么严格呢 我的师母总是不愿其想跟这些家长这样解释说 哦 我爱着你的孩子 我是把你的孩子当成是我的孩子这样的管教 我在家里面管教我的孩子就是这么严格的 难道你要我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在教会里面敷衍你的孩子吗 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不再讲话了 过去六年我离开了牧养的教会来到中信侍奉 可是当年在教会里面一些年轻人 当后来他们结婚他们常常会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夫妇两个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而且他们还为我们订机票 这是因着我的师母身体的缘故 所以常常是我一个人去代表的 我记得清楚记得其中至少有两次在这个婚宴当中 当年我们所带领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长大了 他们工作了 他们结伴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师母好吗 问我师母好吗 我说很好 我就问他们说你想念他吗 他们说是的我们想念师母 我说记得当年师母管你们好严格 你们不是都不喜欢他吗 结果这些年轻人这样回答我 他说当年我们年轻我们不太懂事 现在我们长大了 我们知道师母是因着爱我们 所以才这样管我们 我回来以后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师母 我的师母就泪如雨下 感动得不得了 是的今天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懂得在教会里面 扩大我们跟人伦的关系 用心的来帮助教会里面 年轻的这一代的成长 记得有一个见证是这样说的 在教会里面有两户人家 他们的住家是彼此互为邻居的 那么其中有一家人 这个母亲她是一个职业妇女 所以她就特别叮咛 她的邻居这位龙姊妹说 龙姊妹啊 我常常因为上班的缘故 我的孩子放学回家 你能不能帮我的忙啊 稍微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这个龙姊妹说 哦没有关系的 可以的可以的 于是就答应下来 有一天这个职业妇女的 这个他的十四岁十五岁的 这个男孩子呢 刚刚上高中 高高高高高那个新生 有一天呢 刚好学校的老师 因为开会的缘故呢 就提这个提早让孩子们回家 这个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呢 他也带着他同学 一位女同学回到家里 这个时候他的邻居这个龙姊妹啊 看见了 从窗户看过去看见了 心里面就想 哎他今天回来这么早 一句还带着一个女孩子 于是就想 哎呀这是他们家的事情 这我不要管太多 可是心里面不平安 于是啊 在圣灵的吹鼻之下 他就他就走了出来 就跟这位年轻人打招呼说 哎你今天回来的特别早啊 于是这位年轻人看见 就说哦龙阿姨你好 是的 今天我们回家特别早 所以我带着我的同学呢 学到家里面来温习功课 于是这位龙姊妹就说了 啊那你妈妈知不知道 你这么早回来呢 啊要不要我打个电话 告诉你的母亲呢 这个这个男孩子就说 哦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我我可以自己打电话呢 告诉我的母亲 于是转过身来就对他女同学说 你就在外面等我一下 我进去打个电话告诉我的妈妈 后来这位这位男孩子当他长大了以后 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么多年前 那位龙阿姨真是真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年轻人的前途 如果当时我的这个这个女同学她怀孕的话 她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医生 而且我的父亲也早早警告个我 如果我有了很早就有了孩子的话 那么他为我上大学所预备的共同经济的那个费用呢 就会拿来去养我的孩子的 不会再去供我去读大学的 就因为当年这个龙阿姨 她是这样负责任的 尽上她的责任 所以挽救了我们这两个年轻人 是的圣经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当我们说幼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口号 这呢是要采取一个负责任的行动 在教会里面参与这些儿童青少年的服饰 1981年哥伦比亚的叛军 在当地的一个小镇的里面 设伤了一个来自美国 宾城Lankester的一位相当年轻的语言学家 Bitterman 当这个噩耗传回来的时候 这位年轻音乐语言学家的双亲 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但是在第二年的四月 他的双亲靠着主的恩典 除去他们内心的伤痛还有仇恨 他们在自己所属的教会当中 和弟兄姐妹一同奉献了一辆福音车 Bitterman的双亲 就代表着教会远赴哥伦比亚 亲自去主持这个捐献这辆福音车的这个仪式 在这个礼拜的当中 他的母亲是这样说的 在地上我们虽然失去了我们心爱的儿子 但我们却确实的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们也确实的知道将来有一天 我们还要再相见 但是这里却有许许多多年轻人 他们需要救恩 但远接着这辆福音车能够叫更多更多的年轻人 不但今生不再迷失 更得着那永生的盼望 感谢主 这对双亲靠着主的恩典 竟然能够化悲愤为爱 他们过去爱自己的孩子 现在他们扩大这样的爱 扩大这样的爱 甚至去爱那杀害他儿子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不只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圣经接下来说 接下来又对那个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只是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我们都知道 如果今天的教会得着儿童 得着年轻人的话 几乎同时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位年轻人 这位儿童他们的双亲 他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教会 投下了非常多的人力财力物力 在每一个人人生起初的二十年 那个青少年儿童的当中 我们教会投资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他们的身上 在青少年儿童的施工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有没有看见 当一个人今天在北美 平均到了六十六岁 就可以从他的事业当中退休下来 当他退休下来以后 按照平均的年龄来计算的话 大约还有二十多年的岁月 他还可以在地上 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 也能够把相当的一些人力财力物力 投资在教会这些长者事工的上面 我们是不是也同时 当我们得着这些长者的时候 是不是也同时得到这些长者 他们那个正直年轻 那个壮年的儿女们 儿女们呢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到过去多年在纽约 纽约西斯丰的时候 我去参加每一个礼拜一去参加 纽约大纽约区的教务同工联导会 我还清楚的记得二十多年前 有那么一次的聚会的当中 我所认识的一位联长的牧师呢 在这个聚会完了以后 我们一起享用爱宴的时候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 所以呢 他就坐在我的面前就讲了一说 他就对我说 昨天我的教会里面 大大的发了一顿脾气 我就很好奇 我说牧师啊 你发了什么脾气啊 他就对我说了 他说他们教会 有个联长的松伯团企 松伯团企 就是教会呢 在松伯团企都是联长 他们平常呢 不容易车他们到教会来 所以难得他们主日的早上 都在教会里面 所以就在教会用完了爱怨以后呢 就把他们留下来 继续有这个松伯团企 松伯团企结束的时候 大概是两点半到三点钟左右 于是他就说了 他说当这个松伯团企聚会结束了以后 他就要他教会的年轻的助理牧师呢 送这些参加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回家去 平常这个工作不是这位助理牧师做的 是教会的干事做的 可是那天教会的干事 因为身体不舒服请假 没有来教会 所以这个主任牧师只好就找这个助理牧师呢 代理他做这件事情 等到他一家一家的开着教会的Van 一家一家的把这些人送回去 最后来到了一位最后的这位婆婆 这位伯母的家门口 这个伯母年高九十岁了 于是这位伯母就问牧师说 这个我怎么下车 这个年轻的助理牧师 到你家了 你就下去啊 你就下去啊 就在你家门口你就下去啊 平常下车的时候呢 那个干事是怎么样 是会在这个Van里面有一个小板凳 他必须把它拿下来 放在这个下车位置呢 让长辈呢 能够踩着这个小板凳走下去 可是这位助理牧师他没有这样做 他就说你就下去啊 你就下去啊 这个长辈说 我怎么下去啊 你下去啊 这个长辈说我怎么下去呢 最后没有办法怎么样 他是爬下车的 因为那个Van太高了 所以他是爬下车的 一搏一颠的 然后就走进家门口 一进家门以后 马上拿起电话 就打给教会的主任牧师 就告了这个助理牧师一状 于是这个主任牧师就坐在我对面 他就对我说了 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这么不牢靠 我深深的相信那天这一句话是对我说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回去以后啊 我回到家以后 因为那个助理牧师我认的 所以啊 我回去以后 也马上拿起电话来就问这个助理牧师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助理牧师就回答我说了 他说啊 这个主任刚好是轮到我讲道 我礼拜六的晚上 讲章还没出来 我已经熬夜了 好不容易把那个讲章赶了出来 礼拜天一大早 早堂又开始啊 就到教会讲道了 忙忙 然后讲完道以后 又忙着开会 开完会以后 又要送这些老人家回去 他说我到那个时候 已经连我自己都累趴了 我是趴在驾驶盘上的 跟他讲这些话 从这个见证里面 我就看见我们 我们说到我们要做教会长辈的工作的话 至少有两样需要求主恩待我们 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同理心 今天为什么我们做青少年儿童的工作 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他们的想法 他们想要什么 因为我们经过那个年龄 所以我们懂得 我们多少懂得一点 但是面对这些长辈呢 我们还年轻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长辈 他们确实的需要的 我就想到 当我还在台北华神事奉的时候 我跟林道亮牧师住在一起 有一天 有一天我晚上我去参加台北的一个联合的陪灵聚会 居然会回来以后 林道亮牧师看到我就问我说 你去参加这个聚会有什么得着没有 我说很好很好 不过我说这个蒋元在台上骂人骂了十几分钟 我说林道亮牧师说他为什么骂人呢 我说因为有一些长辈他们起身的聚会当中 起身站起来去上厕所 所以这个蒋元就骂他们说 为什么不聚会之前好好先上个厕所 然后聚会当中会干扰这个聚会呢 林道亮牧师听完了以后就对我说 这个蒋元不懂 如果这个蒋元像我这样的年纪 他那个时候林道亮牧师七十多岁 将近八十岁 像我这样的年纪 他就不会讲这句话了 长辈们上厕所 不是说聚会之前上厕所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同样的同样的 今天我们不太能够了解 长辈他们年长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特殊的一些需要的 所以求主需要让我们有个同理心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好长辈的工作 不但要有同理心 我们也需要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好的体力 今天很多青壮年的弟兄姐妹 就如同外面人所说的三明治一样 上面上压下几 所以我们怎么样 每天睡眠不足 我们体力不够 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些长辈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没有体力 没有足够的体力 但是面对长辈的事工 我们不但是凌厉自立 我们也需要什么 求主加添我们体力 求主加添我们体力 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过去在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有加乐团契 就是长辈的团契 他们是有个标语的 那个加乐团契的标语是什么 郑重晚年 善用晚年 享受晚年 他们也有这个团契的团歌的 他们的团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 动员老人 老人动员 活一天 做一天 做一天 乐一天 活在这边 准备移民到那边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懂得在我们那些长辈 他们金色莲花的时候 懂得在教会的里面 提供一些 合适他们的一些聚会 来帮助他们 装备他们 在这边好好的装备 以至于准备移民到 那荣耀的那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个母亲家节主日的时候 把不得主的话激励我们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是基督化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的里面 我们都能够尝到 那个母慈子孝 那个甘甜的人伦的关系 不但如此 也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的里面 在实价下扩大我们的人伦关系 好让我们教会的长辈 教会的年幼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同盟主的恩典 但愿今天借着主给我们的话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都能够得到激励 也都能够得到安慰 巴不得这一段的经文 就成为我们每一位母亲家节最好的一个礼物 请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 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预备了 先为我们预备了一位爱我们的母亲 以至于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母亲 照顾我们 抚养我们 依照今天 主啊 当我们在主的里面 仔细回忆 主啊 你借着母亲 所有带给我们的爱的时候 主 我们心里面 除了感恩之外 还是感恩 主啊 我们如何能够述说 我们里面 那个对我们母亲的一个敬意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那个不懂得孝顺的罪 但是同样的今天 也求你恩待我们 也让我们不但在家庭里面 好好养育我们的儿女 来回报主的恩典 也让我们懂得 在家庭里面 敬忠我们自己的父母 不但懂得在家庭里面 好好照顾你所托养 托管给我们 托给我们的儿女 也在家庭里面 好好地敬忠我们的父母 主啊 更恳求你 是恩 让我们懂得 让我们在这个 这个教会的 大家庭的里面 我们懂得 靠着主的恩典 来照顾教会 这么多这么多的 年轻的弟兄姐妹 不但如此 也让我们懂得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敬忠 那些值得我们 敬忠的这些长辈 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 同盟天恩 耶稣啊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也是我们的心愿 求主垂听 求主成全 祷告感恩 交托仰望 来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